他们崇尚自然,从不吃肉,他们热衷食尚,素食为王。 有人说这是一种潮流,吃素可以满足身体营养。 有人说这是一种食尚,坚持吃素就能让人保持健康,吃还是不吃。 本期健康大财富专家教您,正确素食,才食尚。 本期健康大财富人生健康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今天节目请到了三位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我的好朋友,相声演员游献超。 大家好。 第二位呢,营养科主任,李英。 大家好。 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那第三位是美食达人崔承一。 大家好。 欢迎三位,今天又说些什么样的话题呢? 在餐桌上碰到某位女性发出我吃素的声明,已经不会让人大惊小怪。 目前,素食风潮在全球越挂越盛, 尤其是女性素食者比例不断增加。 在发达国家妇女中,素食者能占10%。 吃素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在中国一线城市白脸人群中,更是逐渐蔓延开来。 很多老年人因为害怕心血管疾病,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这样吃素食,真的健康吗? 这通过片子已经看到了。 有关于吃,一说到吃高兴。 没错了。 来吧,客官。 都来都来了。 是。 想点点什么菜呀? 你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老汤肘花。 好,肘子还有吗? 好菜吧。 这老汤酱牛腱。 又是老汤,太棒了。 这不错吧? 好。 好,还有这粉肠。 好,行,行,行。 这都可以吧? 太长了,我看看。 瞅瞅瞅瞅。 不是,不是,你刚才抱这几个不全肉吗? 肘子。 这不都有在这儿呢吗? 这不全豆腐吗?这个。 这不也是素的吗?豆皮,这什么玩意儿呢? 糊弄一个吃货,你知道多残忍吗?你。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是你的问题。 怎么呢? 你先把眼镜给换了吧。 你来之前你没看清楚我们这是素食管。 素食管? 你看,这你都不知道。 素食现在可是时尚流行,要不,我不跟你聊。 你问问人,喜不喜欢吃素食? 我现在基本都以素食为主。 你看到没有?不是,就光吃素吗? 对啊。 就吃点草,吃点肉,你什么意思? 你就觉得这个吃素不行是吗? 不是,人哪能光吃素去? 我跟你说光吃肉没事。 光吃素绝对不行。 怎么不行?人家这多漂亮? 对啊。 那你可能你也吃肉。 不吃肉,吃素啊。 现在吃素多好啊? 对皮肤又好,然后又能减肥。 吃肉有什么好? 不是,吃肉我长得黑啊。 是,不是,长得黑我能暗中保护我的女朋友。 太黑也不行。 是吧? 对,吃素确实现在是流行。 尤其公司白领。 现在我们都注重这个外形。 要健康。 对。 要美丽。 是。 是吧? 要体型好。 S型。 对。 像我这C型的屋就过去了。 那你这就因为吃肉吃的太多了。 吃素是不是好? 吃素您说好吗? 好不好? 吃素啊。 首先现在什么人吃素啊? 什么人吃素? 首先是宗教上来说,咱搁一边。 对对对。 然后是什么呀? 就这种潮流,这种时尚。 对。 还有一部分人我们见得是最多的了。 得了糖尿病了。 得了血脂膏了。 是。 是把心脏做支架了。 人家大夫说你少吃点肉吧。 人家一咬牙一跺脚。 我从此不吃肉了。 我吃素。 您等等等等。 这怎么说着说着好像风向有点变。 真的吗? 对呀。 怎么吃素和这生病挂上钩了。 对呀。 就是他因为他害怕再吃肉会升高这些血脂血糖。 所以他吃素。 实际上来说的好不好。 首先他们追求健康的这种态度。 我们一定要肯定。 这态度是好的。 对。 然后是什么呀? 吃素来说的话,可以降血压呀。 可以降血脂。 对控制血压血脂真的很好。 对呀。 但是它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蛋白质营养不良。 对。 比如说贫血。 比如说这是什么呀,消瘦啊。 一系列的问题带来了。 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吃素真的是不鼓励。 过分吃素的话,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对。 像比如说不吃肉。 我们最好的优质蛋白就是动物蛋白。 嗯。 你说我吃的,我吃凉骨类,我吃主食。 嗯。 对吧。 有动物有这个蛋白质。 但它从数量上,从质量上,跟我们肉类的蛋白是没法比的。 哦。 如果是蛋白质营养不良的话,首先是什么呀? 我抵抗力会下降。 对。 你看吧,弱不经风的,谁一感冒,保证是那瘦瘦的。 保证是那吃素的那些人心感冒。 是。 还有呢,像更严重的啊,比如像不孕不孕症。 像这些贫血呀,像铁,在红肉里头多。 在我们的素食里头是绝对很少很少的。 它的消化吸收利用也非常差的。 贫血的话也是抵抗力下降。 对。 包括你会觉得一天到晚的都没有精神。 哦,这些全中了。 是不是。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有些问题,你这长叹一口气,这是有故事啊。 有。 你给讲讲。 我跟现超呢,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我们俩还在聊呢。 战闹。 聊什么。 就聊到我媳妇了。 我媳妇啊,常年吃素。 对。 不吃肉。 嫂子不爱吃肉。 她现在贫血,她是属于什么,缺铁性贫血。 对,这个是没法。 就是说如果你不吃肉,不摄入这种铁的来源,是没法纠正的。 还有像B12。 B12它是什么,是营养神经的维生素。 如果你缺乏的话,除了贫血以外,是大细胞的贫血,跟缺铁贫血不一样的。 它还会影响到神经的生长发育。 比如说我会觉得我老是萎靡不振的,甚至抑郁,或者是肢体的麻木。 维生素B12只有动物性的食物里头有。 纯素食里头是绝对不含的。 这一生叹息是。 也有,再讲讲吧。 还是我媳妇。 我原来是不知道。 就比如说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夫妻两个人要是如果闹了矛盾,吵架了,谁该去赔礼道歉。 那应该是老公。 老公去赔礼道歉。 对啊。 我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你知道我最怕吗? 我媳妇问一句什么话吗? 什么话? 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在哪儿了吗? 这说不了。 合着现在我明白。 这怎么办? 都是不吃肉闹的。 对。 B12是吧? 对,维生素B12。 后来就发现它那个皮肤是越来越白。 它以白为美。 为什么白啊? 是贫血。 贫血啊。 所有的抵抗力下降了,对不对啊。 病就来了,毛病就来了。 就包括它不爱吃肉也是由于什么。 像我们的消化酶也是蛋白质啊。 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消化功能也在减弱。 所以越不吃肉越不想吃肉。 是。 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就忘了什么呀? 厌食正常发展。 是。 你看啊,它不吃肉。 首先它觉得这白其实是病。 对。 对吧? 贫血也是造成了。 是。 还好。 它经常便秘应该跟这没有关系对不对? 如果长期不吃肉。 它肠功能也会减弱。 它蠕动的功能也会减弱。 而且这种便秘是顽固性的便秘。 不会说我吃点粗粮就能够改进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这肠子呀它比较喜欢肉。 长期没见着它。 肠子不是喜欢肉。 是喜欢营养充足。 对。 是营养充足的时候它的功能才够充足。 电视机前相信也有很多的这个公司拜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长期不吃肉。 光吃素的话。 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什么样的损伤。 我们总结着一起看一下。 看一个。 来来来。 吃素作为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体验。 逐渐被现代人所倡导与接受。 但是在长期素食过后。 有的人却造成了铅、钙、铁等微量元素的绝食。 以至于造成贫血、消瘦、消化不良、记忆力下降等现象。 严重的甚至出现了胆结石。 这样的素食您还要继续坚持吗。 就说到这个吃素。 吃素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我们这有一张题板。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点。 他提到的说所有的蔬菜都一样好。 这个观点认同吗。 它状态它都不一样。 它怎么会能一样好呢。 我是不那么认为。 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差不多。 因为它们都属于蔬菜了呀。 这么理解可以吗。 各种蔬菜有各种蔬菜的好。 比如说我刚才是什么。 为了吃素我要减肥。 那你又是拿土豆吃。 对不对。 拿芋头拿山药吃。 这是什么呀。 这属于根类的菜。 墊粉非常的多。 热量非常的高。 你如果吃素我就吃这些。 主食我又不减。 像减肥不可能。 对。 你要光吃土豆一天到晚你薯条啊。 土豆腻着。 对呀。 它也是素的呀。 你吃完了之后也会胖胖。 对。 对。 还有啊。 我们绿叶的蔬菜。 一般的话。 像我们这些。 这些白领啊。 或者是美食达人喜欢。 它什么呀。 还能这个认为营养丰富。 对吧。 有叶利素啊。 VC啊。 膳食纤维啊。 这些都特别的好。 而且含糖低。 对。 含糖低又不胖。 但是。 你们不吃肉。 本身维生素A就没有。 没有来源的。 那怎么办呀。 万幸的是蔬菜里头有。 比如说像这个β胡萝卜素。 我在体内可以转变成维生素A的。 可是你红黄色的蔬菜你不吃。 那没办法。 胡萝卜爱吃吗。 嗯。 不爱吃。 对。 像红黄色的蔬菜一般南瓜。 这也是素食。 对吧。 你不吃肉。 如果你再不吃这些含β胡萝卜素特别多的。 红黄色的蔬菜。 那维生素A的缺乏。 你皮肤绝对不会好。 还得爱颜色吃啊。 对。 很简单的。 茄子。 紫园白菜叫什么。 紫甘蓝。 紫甘蓝。 对吧。 这些花青素含的特别多。 花青素就是抗氧化的物质。 抗氧化。 让人年轻的。 我还以为吃鞋肉脸都变紫了。 我以为。 我不是。 你拿错了。 同样是吃素。 同样是吃菜。 它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来多样化的去选择。 不光是什么呀。 颜色呀。 或者是像含的糖。 要搭配人吃的。 我搭配吃。 还能弥补一些我不吃肉的这些。 这些缺陷吧。 所以蔬菜不是一样的。 嗯。 不是一样。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素食啊。 要以生冷为主。 据说这样更有营养是吧。 生冷。 就是。 凉拌着吃沙拉。 凉拌着吃沙拉。 凉拌。 我特别喜欢吃蔬菜沙拉。 又有营养。 然后又简单方便。 那这个画面太恐怖了。 为什么。 你这搁一个圆白菜。 茄子。 土豆。 大辣椒。 你拿我来。 你拿它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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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你也得切。 生冷的要没有做的必要。 你就没必要切了嘛。 你觉得。 是不是更有营养生吃。 绝不能这么说。 一般夏天我们说凉拌菜挺好的。 但是呢实际上中医来说的。 长期吃生冷的是会要损伤脾胃的。 胡萝卜素那胡萝卜。 你由着嘎嘣嘎嘣嚼嚼着吃。 你只吃了维生素C。 那个杯的胡萝卜素只有用油。 稍微炒一炒炒熟了。 你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 对。 还有一部分。 扁豆你敢生的吃吗。 有毒。 冬瓜你敢生的吃吗。 毒豆你敢生的吃。 你还啃的冬瓜你得。 对。 你说这个。 生冷吃更有营养。 这太绝对了。 这是不对的。 分怎么吃。 有一些适合生冷。 对。 你像绿叶的蔬菜。 如果说是凉拌的吃。 就像说的VC不会破坏的。 去素菜馆。 肯定不是怎么回事。 我跟素食主义者吗。 我应该站在素食这边呢。 好吧。 它的功能是一个衰老的过程。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你这怪事了。 一般专一都很好。 就这饮食上一说专一是最忌讳的。 平时我们都知道去素菜馆。 对。 炒菜也都有油。 请问素油是不是要比动物性的油更有营养? 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 因为你想啊。 它动物油里头它有。 我估计它有各种营养。 这菜油呢再怎么推素了呢。 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吗。 我应该站在素食这边呢。 好吧。 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对。 但它觉得只要是带素的就好。 就好。 实际上现在好多误区就存在这儿。 大家知道吃肥肉不好。 血脂会高。 不吃肥肉了。 甚至想肉里头那脂肪怎么能去掉才好。 对。 实际上那里的主要含的是饱和脂肪酸。 它对血脂血糖影响。 它对血脂的影响确实是很大。 但是像我们的素油含的是大部分都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它也有危害。 它的好处对心血管没有那么多的。 不像这个动物油脂那么大的影响。 它的危害在哪儿啊。 脂肢过氧化。 听说过吧。 比如说像现在的年轻人。 好多人脸上特别爱长斑。 对吧。 那就是脂肢过氧化的产物。 你看得见的。 我们体内的各个细胞啊。 脂肢过氧化以后它的功能是下降的。 所以是一个衰老的过程。 所以现在完完全全追求纯的素油。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看。 我们这个营养学会给推荐的油脂的比例。 脂肪酸的比例是什么呀。 1比1比1。 也就是说什么呀。 我们正常吃肉里的饱和脂肪酸。 你不用害怕。 素油里的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也要占到一份。 还有一个问题呢。 爱吃奶油蛋糕吗? 爱吃。 是吧。 太爱吃了。 知道那奶油是什么吗? 不知道。 液体的油你不会吃。 那奶油里只要加上氢。 它就从液体转变成固体。 就咱们吃的那些奶油。 这有一个专业名词。 对。 我都可以告诉你。 反噬了。 反噬脂肪酸。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我们都知道。 是的。 所以你说你吃素油。 这些反噬脂肪酸怎么办。 我吃素油。 我吃个炸油饼。 全是素的。 对不对。 它里头油炸了以后。 也是反噬脂肪酸增加了。 这反噬脂肪酸还不如我们那动物油呢。 所以不是说素油就一定好。 这也得。 就是掺着吃是吧。 对。 就两个都不能少。 是。 在生活当中健康用油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是多种油。 经常换一换。 比如说我们就只认准这一种油。 比如说这个橄榄油好。 我这常年就吃这一种。 不建议。 虽然好搭配着懒。 这是最忌讳的。 专一。 专一。 一般专一都很好。 就这饮食上一说专一。 是最忌讳的。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营养更均衡。 对。 动物油你不用加。 吃的肉里头都有。 还是回到这个素食当中来。 有一种说法就是下面这些问题。 素食这不用控制油。 反正我吃的就是素嘛。 多放点油没事。 这你认同吗? 还行嘛。 我觉得油多了我也不敢吃。 我觉得那油啊比这个肉啊更狠。 我真心觉得更狠。 是这样的吗? 算说对一次。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老师都强调你总算说对了一次。 我很了解油啊。 因为我姓油啊。 所以我很了解。 你看这名字取得多好。 油一定要限制。 不要超过去。 对。 所以。 油限超。 好。 我就是健康生活。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他说的对的。 对。 实际上是这样。 我们好多素食啊。 是为了什么呀? 控制这个血脂。 是为了控制体重。 对。 但是它有时候素的实在是什么呀? 为了增加口感。 无形之中会增加好多油脂的。 它的胖还不像咱们吃肉的胖。 起码我不贫血。 那装啊。 对。 起码我不缺蛋白质。 这是什么呀? 虚胖。 有的人胖。 他还贫血。 还低蛋白血症。 这个一定就是吃这种。 不吃肉。 然后什么呀? 油脂多。 糖多。 这类的食物。 造成。 所以说任何事情是没有绝对的。 所以下回再出点。 你是食肉的。 我是食素的。 那咱俩就一起吃吧。 对。 含糖量三倍。 热量就是三倍。 这就不存在油那么顶。 对啊。 我觉得这一码是。 你觉得可以。 我们的膳食搭配更要出出什么样。 红黄黑绿多样化。 你都错了。 你嘚瑟。 就这么耿直我。 任性啊。 那下一个问题。 说提到是什么。 水果替代蔬菜。 你觉得可以吗? 不是水果和蔬菜有时候都挺共通的吧。 我觉得这一码是。 你觉得可以。 我光是水果了。 我这蔬菜就可以不吃了。 我觉得差不多。 没问题。 我也觉得可以。 其实刚才专家说那个吃油的那个事的时候。 我就想到。 刚才我就不吃蔬菜了。 我直接换成水果的。 这就不存在油的问题。 对啊。 是吧。 彻底解决了。 对。 我们三个就这么定了。 对。 好吧。 特错大错。 你看你们俩。 大错特错。 你犯了什么错到底。 我是错上加错。 错上加错。 错上加错。 真怪你这。 首先从营养密度来说。 如果相同重量的蔬菜水果。 像VC膳食纤维。 蔬菜比水果肠胃的多。 水果是往往赶不上的。 这是从营养密度上说。 从能量密度上说。 也就是说同样的重量的蔬菜水果。 那个水果的热量高。 蔬菜的热量低。 蔬菜水果它们的热量主要是什么呀? 里面的糖。 对不对。 像蔬菜。 含糖3%以下的。 就刚才说的那些绿叶的蔬菜。 你们减肥特别爱吃的。 什么菠菜啦。 油菜啦。 小白菜啦。 对吧。 什么冬瓜呀。 苦瓜呀。 多极了。 3%的糖。 水果一般含糖都在10%。 就像我们的苹果梨。 10%以上的。 含糖量三倍。 热量就是三倍。 冬枣。 大家都爱吃吧。 含糖。 脆口。 哎呀。 含糖28%。 哎呦。 你骂呀。 28%算不过来了。 咱就算20%。 1000克的枣。 含糖大概是多少? 20%。 200克。 200克。 200克的糖产生的热量乘以4。 一克糖产生4000卡的热量。 800千卡的热量。 800千卡。 如果说你一天多余了这800千卡的热量。 一周可让你长体重一到二斤。 一周一到二斤。 一个月多少斤。 一年多少斤。 所以好多人就吃水果可以给你吃胖的。 水果是绝对不能代替蔬菜的。 大家都不相信。 可是真的给你们算下来以后, 你真的是千真万行。 太可怕了。 以后不吃什么苹果呀。 梨呀。 什么这那的。 全都换成蔬菜。 蔬菜。 土豆啊。西红柿啊。 错。 这也错。 食物的原则是多样化。 都得吃。 蔬菜也得吃。 水果也得吃。 所以说他们俩就是在这儿站在这儿 就代表4个4。 什么。 大错特错。 怎么样啊。 你都错了。 你嘚瑟什么。 就这么耿直我。 任性啊。 对。 专家今天没白来。 是。 有带健康食谱来。 又有。 给大家做一些配件。 那么在食物这个挑选和搭配上, 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素食。 从食物搭配上来说, 比我们吃肉的还要讲究。 问问你们俩吧。 如果让你们俩来选择的话, 你们会如何挑选。 这里头东西吗。 对对对。 这个就难说了。 先把这鸡蛋给我煮了。 煮了土豆蒸了。 蒸了以后那个呢。 对这个跟鸡蛋可以混合一下。 西红柿炒鸡蛋。 对。 然后翻后把这就切了就可以吃了。 就够了。 那你呢。 我会选这个绿的。 然后酸奶。 西红柿。 再来点小樱桃。 如果是素食啊。 要搭配的话。 我们希望它粗细搭配。 要吃这些粗杂粮。 你像这紫米是粗杂粮。 对不对。 燕麦米。 小米。 绝对比白米有营养吧。 比如说我光吃白米饭。 营养可能会差一些。 我加上点杂豆。 比如说是红豆饭、绿豆饭。 营养就比你这白米饭要全了。 这一点呢。 就是什么呀。 主食里头要注意的。 第二类就是蛋白质类的食物。 没得选。 腐蚀。 只有是这个大豆。 已经算是蛋白质最好的来源了。 所以我们要是纯素食。 豆制品一定要吃。 如果说又能吃点鸡蛋。 牛奶就更好了。 因为最好的补钙食物是这个牛奶。 牛奶。 对。 其它代替不了。 我刚才说了。 B12必须有动物性食物来源。 鸡蛋。 鸡蛋。 鸡蛋黄里有。 鸡蛋青里没有。 所以你能够吃一些鸡蛋。 那就太好了。 起码是说。 我这个来源有。 可能不够。 再另说。 蔬菜的话。 你不能光吃这西兰花。 它极低的能量。 你也不能光吃冬瓜。 是不是啊。 红的。 这个红的。 对吧。 黄的。 胡萝卜呀。 什么南瓜呀。 你得想办法吃吧。 刚才说那茄子。 紫甘蓝。 你得想办法去吃。 然后是水果。 水果也是。 这个像什么樱桃啊。 这花青素。 如果是那种发紫的更好。 这样的话。 多样化的话。 才能够有可能把我们的营养维持好。 如果说是什么呀。 极端的素食主义者的话。 它的营养来源是绝对不能够保证的。 那我们就只能够从营养制剂上来补充。 对。 比如要补充铁票。 要补充维生素B12。 如果说我们在追求时尚的同时。 能够接受这个牛奶呀。 鸡蛋呀。 再有一天少量的肉。 那就是最好的。 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 我们的膳食搭配。 更要突出什么呀。 红黄、黑、绿、多样化。 希望大家对于素食做出一个合理。 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